体重是一个健康的指标 在增肌的时候 如果体重上升的话 我们会推断为肌肉有所增长 在减肥的时候 我们亦都会期望体重下降 大家现在拿个计算机出来 计算一下你的BMI是在什么数字里面 计算了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说 首先会用你的体重是用公斤做单位 随意你的身高两次 而身高会是用米做单位 大家好,我是Telis 在我的频道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 动作的讲解和一些我的生活的分享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资讯有兴趣 而又未订阅我的话 记住订阅我 然后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全部 当我一有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立即收到通知 我相信大家已经计算好了 亦都流了言 计算出来的数字 如果是亚洲人 就会是18.5-22.9 这个范围里面 就叫做正常的体重 23-24.9就是过重 超过了25的话 可以定义为肥胖 我先讲讲自己的BMI 我的BMI就是25.1 如果用这个定义来说 我只是说已经去到肥胖的阶段 我应该要去减肥了 在这个时候 我就带出了一些问题 究竟BMI是适合什么类型的人士呢? 以下我会讲一讲的 首先BMI 其实是一个身高体重比例的指数 它是用我们的身高去到推断 我们应该要在什么体重里面 才是为之合适的 但是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体重其实是有很多成分 去到组合而成的 我们可以有骨落 肌肉 以及脂肪 会影响我们健康的 是我们的脂肪 如果过多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肌肉 相信一般人 都不会突然间 肌肉会过多 因为一定是经过恒常的训练 也是非常刻苦 才会肌肉提升到很多 而肌肉很多的话 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 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 灵敏一些 以及力气好一些 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应付 听到这里 相信你会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BMI 我们不应该去到用 因为他都没有考虑 我们究竟是肌肉重 还是脂肪重 令到我们过重 其实 在教练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BMI的数字 其实都是有参考的指标 因为我们还会观察我们的学生 他的运动背景 他的生活的背景 究竟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士 他是做文职的 也没有做运动的话 其实我们的BMI 也是适合运用的 因为断股 如果他超重的话 都不会是因为肌肉太多 因为他没有做运动 所以过重的话 很大机会都是因为脂肪过多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 不如吃多些东西去到生多些肉 某程度上都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所吃的东西 是足够的 而且同时 如果得不到运动的配合 吃了下去的东西 最终只会变成脂肪 变成脂肪之后 我们的目测 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 首先就要从人体的结构 去到开始讲起了 我们会是最面头的一层 就是皮肤 下面就会是脂肪 跟着再底层一些 就是肌肉 而肌肉的下层 就是骨头 所以我们如果脂肪太多的时候 为什么会见不到我们的肌肉的纹理呢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那股脂肪减少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容易点 验到肌肉的真正的纹理出来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都可以目测得到 如果个人的纹理 是相对都是明显的话 我们都会知道 他未必脂肪会是那么高的 不过呢 为什么我会说 是未必脂肪会是那么高 不一定完全很肯定呢 因为有时候 有机会有些鬼鼠位 那些可能会看不到那么清楚 又或者 内脏脂肪 我们都未必那么容易 可以目测看得到的 既然BMI在使用上 有那么多限制的话 那怎样才会知道 真正自己是不是过重 脂肪有没有太多呢 其实以现今来讲的话 我们一些家用的电子绑 已经是非常之常用的了 也是非常平民化的 不过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些的话 最好就是有脚踩 和同时间手渣 两个功能都有 才会是一个测量到你身体里面 相对是准确的方法来的 电子绑是会透过一些微电流 在你身体里面通过 所得到的电阻值 去到对推算表 就会知道你身体里面的脂肪百分比 肌肉量 水分 骨质密度 各方面都可以知道的了 所以作为教练 BMI我其实都会继续用 因为是一个快捷去到西选的方法来的 但是电子绑是必需要我的学生去到上去 然后我才会知道它的真真正正的脂肪百分比是去到什么程度 也都是例如我的学生是在增肌的时候 我可以很切切实实告诉他 肌肉量它是提升了多少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透过体重上升 去到推断肌肉是增加了的话 有机会会有不准确的情况出现 因为在增加肌肉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吸收多些能量的了 但是如果它所上升的体重 只不过是它所吃的能量过多 同时间储存了 变成脂肪 其实它的体重都会上升 其实BMI使用的时候 亦都有一些限制 年龄上它是适合18至65岁的人士 而以下的人群也是不适合的 例如孕婦 肢体有残障 职业运动员 健身人士 其实都是不合用的 我的BMI是25.1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应该是非常肥胖的 我是需要去到减肥的了 但是因为我的重量 是来自我的肌肉 在BMI的数据里面 它没有考虑这件事 所以就会以为我太过肥的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着重 体重究竟重了多少 因为即使体重是正常 但是因为由于肌肉太少 所以导致体重看起来正常 其实绝对不是好事来的 肌肉是多些 反而会更加好些 而儿童就是会用另一个推算表 这个表可以在卫生署的网站找得到 我还有一段影片是讲解肌肉 和减肥之间的关系 影片的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说明栏的位置 如果未看过这段影片的朋友 记住稍后按过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 透过正确地用一些测量方法和测量的工具 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需要哪一类的训练 和训练的时候究竟是足不足够 适不适当 我们需不需要再作出调整呢 所以其实测量和训练是同样非常之重要的 最简单大家都会懂得 站在体重榜上 看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变化 其实上体重榜都是一个测量的方法 看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改变 所以今天大家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运用BMI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脂肪榜 或者你本身家已经有脂肪榜 记住要混合一起去运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说 其他健康上、运动上的题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